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2月10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特首李家超 今天回應中港通關近期的傳聞和說法 據報他好像很有信心地和各位一起說說 因為近日內地新十條一誕生過後 各界都在問香港何時能夠緊隨內地步伐 可以再放寬取消那些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證等等才對 另邊雙宇也說說社區消息 有間藥房設定了空城計 觸慣犯 怎樣的空城計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邊雙宇也跟進一下天氣情況 接下來有機會發寒冷的天氣警告 各位老人家要注意保暖和身體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香港電台的即時新聞報導 李家超就說明年很有現實地可能和內地通關 希望盡快地說 報導的內文是感嫁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新聞博覽館座談會之上 被問到香港與內地通關是否只日可待 他回應完全理解商界的聲音 但同樣要照顧七百多萬位市民 其中長者是最弱一環 醫療體系很重要 需要務實處理 在同內地通關方面 2023年全年是他自己心中很有現實的可能 形容自己也很心急希望盡快 但希望做到共贏和多贏 避免增加任何風險 李家超就說 內地日前公布新十條防疫政策 特區政府和深圳和廣東省方面 商討兩地往來 認為有很多商討空間 希望有正面的消息 他又說現在最希望 在跨境貨運方面有空間 首先放寬 另一方面期望深圳健康疫站的名額 可以再增加 強調需要逐步推進 李家超提到 香港的確面對困難和挑戰 但香港的韌性強和 如果社交距離措施逐步取消 預期明年經濟會有積極發展 甚至出現報復式消費 達至爆發性的增長 即使未敢說來年會經濟騰飛 對於下一年的經濟情況 亦很有信心 以上來自香港電台的新聞報道 特首李家超說得很有信心 突然之間 早前也不是這樣說 2023年全年 為年頭年中年尾 才行 通關可能會有消息 另一邊商是社交距離措施 他都說認同逐步取消 有助經濟 可以特首說 另一邊商大家劍指 2月的財政預算案 若然你真的想提振經濟 一來就取消各大防疫措施 另一邊商要派錢 很簡單 香港現在真是五奴七奢 另一邊商有些新的數字 顯示我們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基本上全球都可以有名詞 不過香港同一時間又貧富懸殊 很重要 大家都想像到在香港這邊 生活的我們是感受得到的 所以這裏正正是特首李家超 剛剛最新回應 說未來可能會有更好的消息 各界拭目以待 看看如何搞定經濟 但眼前若然繼續由盧寵貿局長所說 要很嚴謹 很精準 的話 連安心出行和疫苗證都不撤走 就很難搞 另一邊商轉是一下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一間藥房 弄了一個空城計 禽獲這個慣犯 拖著紅白藍袋 打算偷東西 人裝並獲結局神反轉 報導的內文是有藥房分享閉路電視影片 經常有人以為店外沒有人駐守 進行偷攝 以為你看不到 結果在空城計下 被藥房職員當場人裝並獲 正當網友以為涉拆會被 承之於法之際 影片竟然看到一個完全意料之外的結局 影片全場約摸4分鐘21秒 清晰交代整個擒賊的過程 影片無聲 發貼者應該是藥房老闆 他表示 入面有鏡頭 開雪櫃門入面會響 所以經常會有貪小便宜的人被我們捉到 網友也批評 偷攝者貪小便宜 就說我都看不到你 就說這個世界上 有一件事叫做閉路電視 又捉到那麼大個人 為何那麼肉酸 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 神結局是怎樣的 原來話說有個婆婆 本來偷了一瓶飲 放入紅白藍膠袋 另外也偷了一些貨 見沒有人 結果職員釋破後 就問他拿回 婆婆起初給了一些貨 沒有拿出一瓶飲 其後職員應該打算報警 但最後沒有報警 婆婆放回一瓶飲雪櫃 事件了結 可能想給予有機會 亦希望相關那位婦女 那位婆婆 不要再犯這個毛病 另一邊亦和各位老友記 說說天氣 根據HK01的報導 天文台估計下星期底 低見12度 或者需要發出 入冬20首個寒冷天氣警告 報導的內文是 強烈東北季後風 下星期來襲之下 入冬過後 首個寒冷天氣警告 或者需要發出 天文台預料 香港未來一兩日受 乾燥東北季後風影響 大致晴朗 日夜溫測較大 而預計一股的強烈東北季後風 會在下個星期後期抵達 天氣急轉爛 下星期尾 17和18號市區 估計低見12度 拆新今年入冬最凍紀錄 更加達到 航冷天氣警告的界線 各位老友記要留意 下個星期尾有機會又急凍 到時有機會發出 寒冷天氣警告 尤其是老人家老友記 凍一凍身子 都比較虛弱 所以做好保暖的工作 另一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旺角今天的大火 平台住戶直施 有居民經常性亂炮煙頭 今早曾經嘗試拖喉救火 不過水力藥難自救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今天12月10日上午 旺角燈打市街 雄輝大廈 平台起火 龍煙直卷半空 傳出多下爆炸 燒了超過一小時後 才救息 現場所見平台銷證廢鐵支架 大廈外場嚴重分黑 攝氏平台低層的住戶 單位窗框更加消智變形 事故過後 平台住戶梁先生指 事有大廈居民亂炮煙頭到平台 所以他自行搭建這個 蟬逢定期清理 想不到仍然爛了火警發生 他憶述今早起火的情況 經見蟬逢頂火光紅紅 但是火勢不算太大 他嘗試開啟升降機旁邊的消防喉來救火 不過喉管水勢的教藥 未能自己撲救 最終火勢蔓延 住戶非常熱心 曾經自己拖喉灌救 不過不成功 水力太弱 另必想估計樓上有些住戶 扔煙頭 然後燒著了 不過 通常捉不回哪個人 扔煙頭的人當然不承認自己扔煙頭 真是離譜 比較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這次的火警未有釀成死亡個案 不過也有人送去醫院 另一邊商人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的報導 張南隧道和瓜關大橋明天通車 張君澳隧道同步免收費 李家超說了一句 這裏可能撫合很多婚姻 走到這裏不能走 繼續拍拖下去 這樣 讀完也不知道是甚麼 根據的報導內文就說 明天啟用的張南隧道 和張君澳 框灣大橋 舉行通車儀式 李家超說這條新路往返康城和觀塘 可以折省20分鐘 當中他去到海上高架橋 聽取工程介紹 他這樣說 這裏可能會撫合到很多婚姻 說一走到這裏就走不了 一直拍拖走下去 根據報導內文 窮 曠仔的智慧 不是很理解到特首為何這樣說 作為愛情省文作家的曠仔 也不是很理解 那條橋和 婚姻 拍拖有甚麼關係 但怎樣說都好 當作是脆文 告訴各位網友 看看各位網友有甚麼見解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 曠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緊貼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尤其是天氣狀況都重要 老友機老人家在天氣 變化非常之急速的日子容易病 所以各位要留意 住那個冷風何時到 所以各位老友機多加注意添衣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